如果急救包也能让人恢复满血会怎样 新版本只有一疗箱能恢复满血 如果急救包也有这样的效果 会有什么改变呢 一疗箱会被玩家弃用 一疗箱的作用是恢复满血和满信号值 急救包如果也能恢复满血 那相比于一疗箱 只不过是少了一个恢复满信号值的功能 信号值其实用能量药品是很好补充的 而且别忘了一疗箱是比急救包更重的 所以正这样改 很多玩家看见一疗箱也不会剪的 宁愿多剪一点急救包 二 想击杀人会更难 游戏底的一疗箱刷新数量是很少的 所以玩家最主要的回血药品就是急救包 之前只能恢复到75%的血量 剩下的就要靠利用能量药品慢慢加起来 有时候打完急救包就要钢枪了 所以会少扛一到两枪的伤害就挂了 现在用了急救包就满血 扛的枪数比以前更多了 当然更难击杀人了 三 玩家钢枪会更猛 这样改了以后 即使被敌人打残血了 也能一下子用急救包恢复满血 玩家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残血了大不了加血就是 钢枪也会比以前更多更猛 小伙伴们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我们下期见